Hello大家好,我是Elain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生活时尚类的业余博主 目前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做一名工程师 但是我在业余时间非常爱做很多的功课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频道能够把自己做的所有功课 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你们 希望跟你们一起越来越精致和越来越快乐 那么不知不觉呢,宝宝已经出生一个多月了 所以其实我已经安稳地度过了做月子的时间 那我自己请的月嫂是42天的时间 因为是顺产,所以42天是一个基本的恢复的时间段 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也非常认真的记录了 月嫂阿姨给我做的每日的一日三餐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想给你们分享一下 在北美做月子饮食的Vlog 虽然我并不觉得母乳妈妈能够在做月子期间能够休息好 因为她要经历每天的喂奶,蹦奶 甚至是夜里也要按时起床进行蹦奶 但是每天的饮食却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因为母乳的原因,所以你可能会经常感觉到饿 就算我这个奶渣妈妈也是如此 所以我这个月子期间真的吃了 我感觉是我运期大概两倍的分量 所以每天基本上就是吃,然后就是喂奶蹦奶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想给你们分享一下 在做月子这段期间饮食的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就是给你们记录 我自己在做月子期间的每日一日三餐 那视频开始之前呢,还是想郑重声明一下 这期视频并不是为任何人打广告 也不想为任何人做宣传 所以请不要问我关于月嫂的推荐 而且一个好的月嫂不仅仅是要为产妇做出比较有营养的食物 更重要的是还要去照顾宝宝,并且做一个善良,并且真正是用心 喜欢小孩的阿姨 所以呢,你们自己去多做一些功课 如果对北美找月嫂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录的两期有关的视频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还有就是北美月嫂价格的一些分析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下 关于这个做月子期间饮食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那其实作为顺产妈妈来说 六周是一个大家比较推荐的恢复时期 那这六周时间到底饮食是怎么安排的呢 第一周主要就是排饿路 第二周就是调理身体 第三周就是下奶素身 第四周就是增强体质 第五周和第六周呢 就可以酌情放宽对月子餐的要求 基本上做到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那第一周呢,主要就是排饿路 排饿路呢,其实就是说你生产之后 会伴随有这个红色的血液流出 所以为了尽快地让它流出呢 会补充一些食物 那这段时间呢,切记不能大补 所以一定要以清淡为主 那么这段时间喝的汤水也最好只是蔬菜汤 这个时候呢身体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 你们也知道虚不受补 所以千万不要用大补 那么大补呢可能会造成产妇燥热 切记切记不能吃油腻的食物 而且不能吃那种太昏的东西 主要就是清除恶路 然后就是消除水肿 因为有的孕妈妈可能用晚期的时候 就开始有水肿 所以这段时间特别是产后第一周 是非常好的一个阶段 能够消除水肿 你也会发现你的体型 还有你的体重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下降 刚开始毒奶的时候一定不要热服 其实是要冷敷的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然后之后等你通奶了之后 然后再进行热服 这个是冷敷和热敷的一个区别吧 然后最后就是要记住 宝宝是最好的通乳室 所以你如果感受到了有一点堵住 有一些硬块 一定要记住赶紧让自己的宝宝赶快吸 否则就会容易堵住 那严重的话就可能有乳腺炎了 那产后第二周的饮食 还是主要以清淡为主 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喝一点带肉的汤 但是不要太补 这周主要是调理脾胃 沥水消肿 促进乳汁的分泌 可以适当的泡一下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听说过 寒从脚生嘛 所以适当的泡到脚 会对身体的血液循环 是非常有帮助的 产后第三周呢 是可以开始进行温补了 切记不要大补 温补就是说你的饮食 还是不要太油腻 但是呢可以吃一些下奶的汤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 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进行催奶了 那下奶的汤呢 包括牛奶木瓜 鲫鱼木瓜 鲫丝瓜 鲫鱼豆腐 猪脚花生 黄豆汤 还有酒酿蛋花 这个酒酿蛋花呢 有一点点争议 有一些人说就是酒酿 它是会有一点点酒精成分 而且它是没有办法挥发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那如果荤的汤喝不下 也可以喝一些蔬菜汤 因为很多蔬菜汤 其实也同样有下奶的作用 比如我们很熟知的这个黄花菜 西兰花 紫甘蓝 丝瓜 毛豆 西葫芦璐等等 那这些蔬菜呢 其实选到三到四个品种 然后做成汤汤水水 也是非常不错的 厂后第四周呢 就可以开始大补了 这个时候呢 可能可以适当吃一些 黄豆猪蹄汤呀 这些稍微有一点点油腻的 那这段时间呢 也要注意保持心情的愉悦 因为作业子这段期间 其实很容易有心情的起伏 那心情的愉悦呢 也会对你的恢复 还有以至于产奶 都有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 那厂后第五到六周呢 基本上就没有特别要遵循的 当然就是按照之前说的 不能吃太过于油腻的 然后作业子期间 整个期间进食的也要注意 另外就是要吃一些 高蛋白高纤维的食物 那总体上来讲呢 这段时间过去之后 基本上你的身体 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非常简短的 给你们分享了一下 关于月子餐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如果你请了月嫂的话呢 基本上这边的月嫂 都会帮你搭配当日的营养餐 那我自己请的月嫂呢 也是非常的会做面食 所以她就给我做了 很多很多的精致的面食 在这里呢 也是推荐大家 不要在月子期间 吃太多的精致的细凉 因为这样很难能够控制体重 然后你最好 还是多吃一些粗凉杂凉之类的 就比如说草米饭呀 还有就是藜麦呀 还有就是紫薯呀 南瓜呀 这些粗凉杂凉的类食物 那下面呢 就是我给你们 非常认真的记录了 我这42天的一些饮食 那以下呢 就节选一些 我认为比较典型的月子餐 那基本上也是按照 早午晚餐来安排的 那我自己呢 因为我的食量不算特别大 所以我没有吃任何的家餐 基本上没有吃额外的零食 所以基本上你们看到的呢 就是我自己吃下去 或者是我自己吃的更少 因为有的时候月嫂 还会给我队友也做一份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蔬菜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我早中晚餐都会有一盘青菜 那是因为我自己 真的超级爱吃这个绿叶子菜 你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来跟月嫂提一下自己的需求 好吧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来看今天最干货的内容 就是我月子餐的一些Vlog记录吧 今天是正式开始吃月子餐第一天 然后这个是今天的早餐 是小米南瓜粥蒸子薯 还有鸡蛋饼 今天的午餐也是很简单的蔬菜汤 然后很多青菜 还有炒鸡蛋 然后这个是阿姨烙的饼 也很好吃 我发现阿姨特别会做面食 特别特别好 就当主食了吧 这是今天的晚餐 也是蔬菜比较多 然后这个是鸡蛋汤 还有蒸了一个红薯 好准备吃饭 今天早上去看R1了 所以早上没有吃早饭 然后这是今天的午饭 午饭是 这是糙米饭 还有就是肉丸子汤 然后里面有很多青菜 然后前面是蔬菜 还有炒了一个酥干 这个是今天的晚餐 一个炒青菜 还有一个牛肉 炒香菇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丝瓜蛋汤 好准备吃饭 今天是第三天 这个是早上早餐 前面的是酒酿鸡蛋 然后有一个荷包蛋 然后左边是五红汤 上面是一点小青菜 然后是主食紫薯和蒸玉米 感觉要吃完 但是营养还蛮多的 这个是今天的午餐 今天午餐很丰盛 而且有自制的这个麻酱烧饼 这个麻酱烧饼看起来好好吃 我刚才尝了一小块 非常不错 这个是阿姨做的这个麻酱的饼子 也很好 这是我最爱吃的大豆苗 还有这个是西红柿蛋汤 这个是吃了红烧的鱼 然后那个是白菜 还有炒香干肉 然后这个是做的那个红烧羊肉 这是今天的晚餐 也是很简单 左边这个是剩下的鱼和一些青菜大豆苗 然后右边又是番茄西红柿蛋汤 还有是一个就是这种椒盐的大虾 加了点胡椒什么的 然后上面又是一盘青菜 我真的是超级爱吃蔬菜 这是今天早上的早餐 前面是五红粥还有麻酱烧饼 然后是一个炒青菜 还有两个水煮蛋 这是今天的午餐非常丰盛 前面是那个五果的杂粮饭 然后这个是丝瓜蛋汤 还有麻婆豆腐 然后这个是清蒸的小黄鱼 还有这个是白菜粉丝周末 这小黄鱼看着好不错 据说很嫩很新鲜 好准备中午吃饭了 这是今天的晚餐 还是蔬菜比较多 下面是中午没有吃完的这个丝瓜蛋汤 还有就是小白菜 然后还有一个炒青菜 然后这个也是没有吃完的这个蒸的小黄鱼 这是今天的早餐 左边是现做的这个黑豆豆浆 右边是麻酱的烧饼 然后一盘青菜 还有两个小的紫薯和两个小的蒸鸡蛋 这是今天的午餐 下面是清炒小白菜 然后还有是那个排骨海带汤 然后前面这个是鱼头泡饼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今天的晚餐也非常简单 前面是排骨带汤 排骨海带汤 然后后面是这个芦笋炒虾仁 还有这个小包菜炒肉片 今天的早餐是酒酿水煮蛋 然后还有一盘炒青菜 然后前面就是一些醋量 玉米啊南瓜还有紫薯 这是今天的午饭 一个是排骨海带汤 还有就是羊肉 这个是之前炖的羊肉 还有这个菠菜 黑木耳 然后这个是炒的壁瓷 然后前面就是两碗炒粮饭 今天的晚餐 前面的汤是丝瓜蛋汤 然后还有小蘑菇 然后这是清蒸的鲁鱼 这个是Costco买的 然后前面这个是小白菜炒肉 这个是家属的炸凉饭 这是今天的早餐 小米红早粥 还有一盘炒青菜 然后蒸南瓜 蒸素素和一个蒸鸡蛋 今天的午餐是小白菜醋包 然后还有这个炒青菜 还有一盘蔬菜的汤 这个包子是月嫂阿姨自己做的 这包子里面有小白菜 粉丝鸡蛋 还有虾 这是今天的晚餐 其实蛮丰盛的 两个烤鱼 然后这个鱼是Costco买的 挺好吃的 上次蒸着吃 然后这是芹菜香干 还有就是鸡蛋 西红柿汤 其实这是两个人的范围 我和队友一起吃的 这是今天的早餐 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菜 就是这个心太软 是那个糯米和红枣做的 阿姨摆得真好看 然后前面是这个红豆粥和蔬菜 下人包子 这个是清朝的佛手瓜 吃午饭啦 今天午饭超级丰盛 因为他们今天去超市买菜了 所以都是新鲜的东西 下面的这个是豆腐鸡鱼汤 可以下奶 然后还有一些青菜 然后左边的这个是馒头 然后中间是从而没有吃完这个烤鱼 然后前面两排 一排是炒青菜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猪肝 就是青椒爆猪肝 也是补学 然后适合第二周来吃 今天的晚餐照样是 鲫鱼豆腐汤 然后还有杏鲍骨炒青椒 还有就是那个家常豆腐 这个是老豆腐 嘿嘿 今天的早餐非常非常特别 是个煎饼果子 阿姨是天天人 所以她在给我们做煎饼果子 然后再问她这个薄脆 还有油条 据说两种都可以 这个是她今天现炸的油条 然后这个是饼 然后现在阿姨在包这个薄脆 所以老干妈也可以加呀 对呀 辣酱辣酱 快点辣酱 好吃 太重要了 今天的早餐就是刚才给你们看的煎饼果子 还有这个现炸的豆浆 然后昨天没有吃完的这个糯米包红枣 这是今天的午餐 前面的是杂粮饭 还有这个豆腐鱼头汤 然后呢 还有丝瓜 然后前面是两盘菜 一个是小青菜 还有一个是这个大白菜烧 饭条 又到了晚饭时间 前面是个丝瓜豆腐鱼汤 也是比较下奶的 最近喝了两次 就感觉奶量上升了 真的是YYDS 然后旁边的两个菜 是一个是彩椒炒猪肝 也是不学的 然后是青炒秋葵 我也很爱吃秋葵 早啊 今天丰富的早餐 前面是这个酒酿蛋 然后呢 是阿姨做的卤牛腱 这个是她说 就是站在里面吃的 然后说是自己炸的辣椒油 然后一盘炒青菜 还有是两个小资树 蒸南瓜 蒸鸡蛋 然后还有一个馒头 这么多 其实是两个人份量了 今天的午餐是牛肉面 阿姨是自己手打的这个面条 据说非常非常近的 然后牛肉也是自己做的 然后前面是一个鱼汤 也是丝瓜鱼汤 还有豆腐 然后前面还有一盘小青菜 给这个牛肉面来个特写 阿姨现在在做这个 咸味的月饼 是吧 酥皮 酥皮 然后这个馅料 是那个又咸又甜的版本 现在碰没了 这边是第一个 看看待会儿烤出来是不是非常香 这个是出炉的酥皮五人月饼 在很远的地方就闻到香味 这个就是我们的甜品 大傍晚的是有点醉油感 这是今天的晚餐 前面还是这个丝瓜鱼 还有这个黄花菜的汤 然后这个是虾仁炒芹菜 然后这个是猪腰 这个猪腰好漂亮哦 这是今天的早餐 也是非常的丰盛 前面是南瓜小米粥 还有昨天做的这个 椒盐的酥皮月饼 然后一盘炒青菜 还有就是中南瓜紫薯和正鸡蛋 今天的午餐 前面是这个丝瓜鱼汤 然后还有黄豆 然后是青炒菠菜 还有炒腰花 然后还有这个 芝麻麻酱饼 这个是主食 这是今天的晚餐 前面是炒青菜和鱼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阿姨今天亲手 做的这个饺子 是白菜猪肉 还有虾仁 它饺子包特别特别漂亮 今天的早餐 这个是阿姨自己做的 这个咸豆腐脑 特别厉害 这个上面全是自己弄的汁 酱还有这个配料 感觉回到了中国 然后就是一盘炒青菜 还有这个是蒸的山药 还有一个自己做的芝麻饼 今天的午餐 因为跟阿姨说 我最近吃的太多了 所以我想稍微吃少一点 今天就是一个炒青菜 然后呢一个排骨 莲藕汤 然后再吃一半 这个麻酱烧饼 这是今天的晚餐 重要是一碗汤 这个莲藕排骨汤 然后旁边的 左边的这个是猪肚 难得买到的猪肚 然后青椒是我们家自己种的 然后这边呢是秋葵炒鸡蛋 早上好 这是今天早餐 酒酿鸡蛋 这个是有糖心的 然后就是一盘炒青菜 还有蒸的非常多 紫薯南瓜 还有山药 今天的午餐 前面呢是冬瓜肉碗粉丝汤 然后这个是炖牛肉 然后后面这个是清炒小白菜 和半个麻酱烧饼 今天的晚餐 前面还是这个冬瓜肉碗汤 然后还有黄瓜炒牛肉 还有一个炒菠菜 然后这是阿姨做的全麦的馒头 一个个特别大 跟我的手掌比小 这今天早餐 一个是南瓜小米粥 还有就是一盘炒青菜 然后是我最喜欢吃的 蒸南瓜蒸紫薯 然后一个蒸鸡蛋 今天的午餐是牛肉面 这个面也是手工做的 然后还有一盘炒青菜 这个是芥兰 今天的晚餐是清炒火手瓜 然后还有豆腐和白菜 然后还有海蛋 然后这个前面是冬瓜肉碗汤 今天的早餐 自己煮的这个八宝粥 然后呢 这个也是自己DIY的 叫做麻酱烧饼 然后里面加了酱牛肉 还有一盘炒青菜 这个酱牛肉也很好吃 这个左边的就是它的蘸料 今天的午餐 前面是莲藕排骨汤 然后还有炒碧子 甜菜 然后就是青椒炒猪肚 这个青椒又是从我们前面摘的 然后还有一个全班馒头 这是今天的晚餐 前面是这个海带莲藕排骨汤 然后一条蒸鱼 然后就一盘炒青菜 这是今天超级丰盛的午餐 因为早上去看儿一 然后没有吃早饭 前面的是这个海带排骨藕汤 然后还有炒香干 然后是一盘炒青菜 然后这个是炸的藕匣 然后这个是千层饼 据说就是用千层饼包这个藕匣来吃 这是两个人的晚餐 烤了两条鱼 然后这个是干丝炒青椒 还有中间就是海带莲藕的排骨汤 还有凉拌的这个菠手瓜 和一个炒大芥菜 今天的早餐是山药小米粥 还有蒸紫薯南瓜一个蒸鸡蛋 然后还有一个炒线菜 这是今天的午餐 前面这个是丝瓜番茄蛋汤 还有一盘炒青菜 然后这个是豆腐烧小黄鱼 这个小黄鱼是昨天朋友给我们的 就是从那个海上新鲜掉过来的 然后一个烙饼 今天的晚餐 还是早上的这个四瓜番茄鸡蛋汤 还有很烧鸡腿 然后还有炒甜菜 然后就是两个全麦馒头 这是两个人的晚餐 今天的早餐 是现煮的这个八宝粥 然后还有一盘炒青菜 然后一个蒸紫薯 还有昨天做的那个绿豆饼 和一个蒸鸡蛋 这阿姨昨天晚上连夜做的这个软皮绿豆饼 一直特别想吃 绿豆馅也是自己做的 然后外面皮非常的软 今天的午餐也很简单 但是非常健康营养 一个是清炒小白菜 然后就是清蒸的这个石斑 然后就是西红柿鸡蛋汤 这个石斑也是当时我朋友给我的 就是他们是从海上直接掉回来的 这是晚餐 西红柿鸡蛋汤 然后还有炒这个甜菜 还有这个是鸡胸肉炒黄瓜 还有木耳什么的 其实中午的这个鱼还没有吃完 剩一半 今天早饭是这个八宝粥 然后还有一些青菜 然后一个绿豆饼加一个煮鸡蛋 今天的午餐 今天的午餐是新鲜的鱼 买回来的鲫鱼 然后烧的这个青木瓜 据说是下奶神器 然后还有一个青菜炒粉丝 然后就是蘑菇炒肉片 然后这个是阿姨做的老面馒头 据说非常非常香 这是今天的晚餐 是中国的这个木瓜鲫鱼汤 还有做的这个东北的酸菜 白肉 然后还有豆腐 然后这个是炒的鸡蒸 然后还有青炒的秋葵 今天的早餐 酒酿鸡蛋 然后炒青菜 还有蒸子薯和蒸南瓜 今天的午餐 是两个人的量 这个是白菜猪肉 然后炖那个粉条 然后这个是炒的紫包菜 这个是芦笋炒虾仁 然后前面就是一些老面馒头 和全麦馒头作为主食 这个是今天的晚餐 前面的是青木瓜鱼汤 然后是清蒸了一条鱼 然后这个是西兰花 胡萝卜烧虾仁 这个是昨天没有吃完炒鸡蒸 然后这个是队友的白菜豆腐 烧这个猪骨肉 这是今天的早餐 好像是作业的第21天了 这个是小米粥 然后呢是西兰花和胡萝卜 还有三个小的蒸子薯和一个蒸鸡蛋 这是今天的午餐 一个炒腰花 然后就是阿姨庆手包的手工饺子 是猪肉白菜鲜 然后就是木瓜炖鱼汤 今天的晚餐 青木瓜烧鸡鱼 还有一个炒青菜 然后就是红烧茄子 那以上呢就是我每天饮食的一些安排 希望对即将做月子的准满满 或者是正在做月子的你有所帮助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 生完宝宝这段非常珍贵的时光 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月子时期 能够早日的恢复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